大家好,歡迎收看大膽賽馬頻道 今天的影片跟大家說說明天9月20日 跑馬地野菜心碎 喜歡影片記得按LIKE,訂閱頻道,按下小鈴鐺 有新影片通知你 訂閱方法很簡單 每條影片有下角都有訂閱的我 按一按就訂閱頻道 除了訂閱頻道之外 也可以考取加會員心碎服務 Youtube和Patreon都有三個級別可以選擇 加入了就能夠收到相關心碎 說回明天賽事 將會取用這個跑馬地的B跑道 8場的賽事 頭場開跑時間是7點15分 今個星期又變回15分 留意一下 7點3 8場賽事的夜賽 剛剛那天這個田草賽事 有泥地 又有草地的賽事 泥草混合賽 有幾場都很小馬 但是賽果都很出人意表 那些實驗夢想那些 大熱島做 十多元 十多元 你不要以為真的 沒有對手 很容易贏 分分鐘就糟糕了 還有騎士 連馬斯 都還沒開齋 騎士方面 稀威心 跑了三次賽事 都還沒開齋 確實是有些 挺差異的 上季的成績不錯 但是還沒開齋 看看會不會繼續 很多人繼續追他 都不開齋 所以都要留意著這個騎士 推薦一場給大家看看 明天第七場 三八千二米 正正就是這個 希威心的座騎 推薦三號馬電器騎士 千二米 這隻馬都非常準誠 看看賽職 由季初一路開始 上季初 跑一千都上名 田草一千 很厲害 轉回田草 繼續跑 是一次過第四 然後跑馬 都不停進去 三次進去 然後剛剛 九優復出 跑到第三 都成績非常之好 接著就休息 到今季再出 看下去 這隻馬都是休息 快速 成績也不錯 你看到季初 雖然很遲才上陣 但都立即能夠 入到Q 輸了頸 剛剛三月份 跑完 七月份再出 都OK 這些馬都容易粗氣 相信這隻馬都會計算 梁法寬騰之後 偉達就拿過來 三班千二米 立即跟他拼命 這些馬 一獨孤一美 放在前面走 前速夠快 雖然起步 不要一眼彈出來 但跑順了 他就真的 撒開大步 在前面就湧 貼欄順放 你預計了他一定在前面 就叫著烏仙 有多少馬可以追到他 可能季初場地 都有點利放 剛剛那天沙田 連續幾場 都是哪一隻貨 哪一隻有 吾A 中逸禮 還差點是三寶 看看這盤形勢如何 如果見早段形勢 都很利放 這隻電器騎士 就適合 排他七檔 可以給他撒開大步 押上欄 不理那麼多 三七二十一拿欄才說 入到直路 看看可以捱到多少 所以推介大家 現在一定是披屎先 不要理那麼多 沒有WIN 有披 這些馬 在前面捱了 你見到他 最後打下去還有兩腳 你以為他斷 都還頂住後面的馬 最後先 被村革英和明森之願 趕過了 所以都是非常好成績 雖然背著重磅 但繼續頂得住 尿運高百斗 一直沿途過來 都過不了 這隻馬很韌 這隻馬 所以 都值得 大家去看看 這隻馬 都不用說那麼多 一於選擇他 這隻雅典姆士 剛剛退出了 退出完 就 潘頓變霍宏星上陣 都差太遠 但是 雅典姆士 一定不會跟他頂的 電力騎士 放在前面走 他可能會拿著 所以 預計 但是 你說報速應該不會太快 你沒有理會 是強行鬥燒 對不對 看看他 明天 哪個起步快 或者到時 臨場又退出也未定 真的不知道 說真的 他試過 二位都可以 所以 他真的未必 一定跟你死定 所以 有機會 造就到這隻 電力騎士 可以自己放頭 也是 適合跑法的 除了偉達 前面 有些手拍 也希望 希偉森 可以開到齋 OK 推介到這裏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就是這樣